我記得查清有一場戲 我覺得我很有成就感 那一場戲的時候 我是一口氣是兩夜半的客家話 然後他講完 一氣呵成 導演副導演 我就很開心 因為一氣呵成 他還要拍另外一個角度 我也是一氣呵成 那為什麼會有成就感 因為其實演員是這樣 我是先苦後甘的演員 當我前面拍很悠哉的戲的時候 其實我內心都會想說 等一下下現場 我一定要先背那一場 因為那兩夜半 我很怕拍攝的 對 拍攝的現場 老師也在 對 這一話怎麼講 怎麼才會順 然後講完之後 因為我很怕拍我這段 東卡西卡 還是回到影響拍攝鏡頭